各位安安 我们继续思想路加福音的讯息 今天是我们讲到选择的问题 选择上好的福分 请我们再次同心低头同祈祷 天父我们再次多谢你给你宝贵的话语 作为我们生命的指引 求你借着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 神的话语上为我们的指引 安慰、提醒、勸勉、教导、督责 改变我们 祈祷奉耶稣明求 阿们 Victor Franco是世界上很出名的精神科医生 他出生在奥大利 一个犹太裔的家庭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他很不幸 成家被纳粹党困在集中营 亲眼看见他的太太、他的爸爸、他的妈妈 是一个一个死 在好像野兽的纳粹军人当中 他什么都没有了 他没有了他的太太 连他的结婚戒指都被德军拿走 他没有了他的父母 他没有了自由 他没有了尊严 他没有了自己的职业 他觉得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都没有了 他在极愤怒、极沮丧的时候 他甚至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突然想到有一件事 那些好像野兽那样的德国人 可以拿走我太太 拿走我父母 拿走我尊严 拿走我自由 甚至拿走我生命 但有一件事他永远拿不到 就是我内心的决定 我可以选择去憎恨 我也可以选择去宽恕 我可以选择去放弃 我也可以选择去继续的 我可以选择去 我可以选择自恋 我也可以选择用坚强的意志 面对所有的困难 这个选择的权利 是上帝赋予我 这个选择的权利 是没有人可以拿走我 就因为这个固烈 这个思念 这个观念 就帮助Victor Franco 捱过了最艰辛的日子 最后他被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被救出来 他出来的时候 成为一个世界出名的精神科斯恩 就创立了Logotherapy 他告诉我们 世界上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发生 都有一个意义在里面 我们如何在这样的情况里 找出生命的意义 就是因为他这一套观念 这位医生 他的著作和经验 是激励了世界 有多少在最贫穷 最惨 最痛苦 甚至想自杀的人 是从他们在最危难里挽救出来的 实际上人生里面 有很多事情不能让我们控制 人有悲欢离合 愈有阴情缘缺 此事古难传 人有生离死别 有很多时候 我们会遇到一些 不是我们很期望得到的事情 或者丈夫没有了太太 或者太太没有了丈夫 或者父母突然离世 或者子女吸毒 或者子女不知变成如何 或者我们遭受到被冤肉 有很多事情发生 是绝对不是我们所能控制的 但问题就是 你即使每天拿着拳头在这里骂人 每天拿着拳头去骂政府 每天拿着拳头去骂上帝 是否能够挽救这些逆境呢 不能够 它发生就发生 是吧 太太走了就走了 丈夫是包二奶就包二奶 子女吸毒就吸毒 你没了份工就没了份工 你被冤枉 没办法的时候 你就没办法 这件事是你和我都要接受 但是有一件事 我想我们要明白的 是这样的情况的时候 你如何去面对 你可以面对放弃 你也可以继续面对所有的难处 继续的斗争下去 Franco就想告诉我们 每个人有一个抉择的能力 你可以选择自怜、自怨、愤怒 天天拿着拳头骂人 你也可以选择自闭 你也可以选择 你也可以选择 透过这些 成为你人生里面 是极宝贵的资源 勇敢的面对 这个就是分别在里面 分别就是你的抉择 但是是什么抉择 做牧师很多时候要主持婚礼 我每次主持婚礼的时候 我都问新郎、新娘一个问题 很简单的问题 我首先问新郎 你以为今天之后 你是挨择世界 就是叹择世界 大多数人都说是挨择世界 大多数人 我问那些新娘 你今天之后 你挨择世界 大多数人都说是叹择世界 那些男的就是挨择世界 那些女的就是叹择世界 但是我叫那些结婚 我说你转着面看看那些 那些伯父和伯母是怎么样 凡是那些男人 结婚的 是挨择世界的 请举手 真是聊聊可数 没有多少人说是挨择世界 即是新郎哥又是挨择世界 新娘又是挨择世界 我问你两个挨择世界 哪个挨择世界 是不是飞容挨 他说飞呀飞呀 他说 挨择和挨择 不是在乎 你做什么 而是在乎你的心境 如果太太叫我洗厕所 我一路洗 我一路洗 我很开心洗 你洗得很快 那你就很快就过去 你就是在挨择 你就算在做苦工 你也可以是挨择的 挨择和挨择是你的心情的问题 是你的心境的问题 我觉得很对 很多东西看你的心 不是在乎你什么 我认为我们最糟糕的是什么 我们以为自己没有选择 英雄被困 烧鸡弯 不知何日上中环 我们已经没办法了 我们困在这里的时候 所以我们有很多种 叫做fatholistic 命运色彩 谁叫自己这么黑 我们中国人很喜欢有这种 所谓的命运色彩 没办法了 谁叫自己这么黑 那就算了 我们经常说 认命 中国人最流行认命 但Franco告诉你 不是 你人生里面 觉得精彩不精彩 不是在乎外面的环境 而在乎你的心态 一个很出名的 播道会的牧师 Chuck Windor 告诉你 人生幸福与否 一百分之九十五是在乎你的心 增加五百分之五是在乎外面的环境 但我们一般人不是这样的看法 我们有一种很fatolistic的想法 就是 谁叫自己是这样的移民 为何要走到这里 又厌够 又不能睡 于是就成世都后悔 不能够去面对任何的挑战 但你看看圣经是很有趣的一样 圣经是强调一样东西 上帝是做人 不是做一个机械人 叫你按一个按键 你做什么做的 不是 一早开始就告诉你 有两棵树 一棵是禁果 你不要吃 但你也有个选择有个权利 耶稣告诉你 在你前面有两条路 一条是宽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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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条宽的路是引到永生 宽的路是引到灭亡的 即是我们有一个选择 但他不是叫我们盲目的选择 他告诉你 你选择这条路 你会负什么后果 你选择这条路 这条路会负什么后果 就是这样 一个很出名的牧师 叫John Townsend 他写了一本书 It's not my fault 我想每个人都说 这个不是我 不是我错 就是别人错 It's not my fault 有一次就有个户友来找他 面色潮水 黑口黑眠 一看就知道 哇 生气得成村人 他就告诉Johnson 他的故事 太太走路 子女不听话 老板又恶死 落在这个环境里 无法自拔 没有人会帮到他 一生就圆胆了 Johnson 听到你真是惨 你好像坐牢 他说 Right That is right 我就好像在坐牢 坐牢 我已经很惨 没有人明白我 还在说这些风话说话 没有用 他就说 是 你真的好像在坐牢 但你没有想到一件事 监狱的鑰匙在这里 你分分钟可以开出去 不过你选择留在这里 你知道世界上有很多人很奇怪 是要选择自己苦 是要选择不开心 是要选择自己 那是他的选择 有时候我也不太明白 有些父母 有些子女或孙子 弄得很骯髒 那些冠具也不弄 他就一路骂就一路执 奇怪了 你骂你就不要执 你执就不要骂 但是我们偏偏是这样 人就奇怪了 你又要他这样做 但你又要去骂 自己拿苦来生 人生就是这样 但是圣经告诉你 我们是有一个抉择的能力 在刚才我们读的一段圣经 是一个很简单的圣经 但里面很精彩的信息 告诉你 马尼亚选了上好的福分 或者我们试试看反变教材 我们看看马大 马大有什么问题 有三大问题 第一 马大的问题是 我没有选择权 首先我们看看一个很简单的故事 在第九章五十一节 耶稣被接上升天将要到的时候 他就定意向耶路撒冷去 第十章五十一节 至十九章四十一节 就讲到他如何去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的旅程 去耶路撒冷做什么 就是去死 钉十字架 耶稣是去人生里面最后一个路程 这段圣经就讲到 人生里面最后一个断情 发生这件事 不是很久之后 他就会被钉十字架死了 圣经就告诉你 他们走路的时候 尽了一条村庄 有一个女人名叫马大 接到自己的家女 她有一个妹子名叫马尼亚 马大、马尼亚、拉撒罗和耶稣 根据《约翰法院》第十一章的描述 就知道他们是很老友的 很好朋友的 他们住在一个地方叫巴达尼的地方 巴达尼距离耶路撒冷 只有两英里路 两英里路不是很远的 两英里路不是很远的 你走过market街 没多久去到freeway 你已经差不多两英里了 两英里很快就去到 耶稣就要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耶路撒冷 他就要钉十字架 他就要死了 这是人生里面最后 耶稣的人生里面在在世的日子 最后的一个阶段 马大马尼亚、耶路撒冷 是耶稣的好朋友 也是耶稣所爱的人 现在有朋友 远方来 耶稣来到这里 他就要去耶路撒冷 我相信他也知道 耶稣快要死了 作为一个好朋友 来探访你 你会做什么 犹太人和中国人一样 一定成义权权的招待 所以圣经是怎么说的 他就说去自后 自后这个字 希腊文中文是自后 我们经常以为是侍后 或者在旁边帮忙 原来不是 希腊文的字 是叫Diaconian Diaconian是什么意思 是预备丰富的食物 大排盐值 隆重其事 整个狗大鬼去叹咴 我想我们中文也是 如有老有记来业来探见你 今天有人在广州来探你 是好朋友 你不会说我带你去当努,你会隆重其事 去哪里的海鲜好一些,买一些橡筆旁,湾区的蝦,皇帝蟹,海鲜煲 你从头到尾就看望望望望,你不单要洗厕所,要洗这些东西 隆重其事,对于马大来说,我是没有选择的 我是要去做的,你来探我,我便要招待你,我便要煮饭,我便要做很多东西 任何一个中国人都会明白马大,因为我们个人都是马大 我们每个人都会招待一下,好好的,反对耶稣 他认为没有选择的余地,尤其是犹太人 第一,除了情之外,因为人情味,要有人情吗? 别人来探你的时候,你当然要,不单是人情味 而且这个文化,尤其是犹太人的文化 作为一个女人,最重要的是事后 很好的事后 你看看犹太人的《罗马书》第十六章十二节 提到《非比》、《白居拉》、《四姊妹》 全部加上一句,他们都是很有事后的恩赐 事后保罗 每个文化是这样的,女人一定要事后 我记得很久之前,我和太太和我两个子女去台湾旅行 我姐夫在台湾读书的时候 认识了一个朋友,请我们到家吃饭 我说去吃饭,很棒 去到的时候,真是大开眼界 我们四个和主人家一起在台湾读书 我说,你太太呢?她不来的 她做什么?她站在我旁边夹菜 去厨房拿东西 她不需要吃东西 我再问一下,原来古老台湾人就是这样的 女人是在事后的 可能受到日本文化影响 在事后的事后 犹太人是没有一样的 也是这样的 因为那个文化是叫你这样做的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时候 她觉得是犯大忌的 所以对于马达来说 是没有任何选择的权利 她就要去做 没错 有负治方来,你要选择 其实也有很多选择 但是对她来说,她没有选择 也没有问题 那个问题不是因为 耶稣没有告诉她 你整天在厨房干什么 耶稣不是 耶稣说她的问题是她的心的问题 你看她如何回答 马达最重要的是 马达最重要的是 因为她觉得她没有选择 她的气不顺 特别是我们留意 路加说 她说 留下我一个人 事后 我一个人做 我妹 听耶稣说话 和耶稣查经 我就在厨房里做事 《圣留下我一个人》 《留下》这个字 中文有时翻译很客气 《留下》这个字 如果我翻译 我认为 《留下我一个人》 这个字可以叫做 《留下》这个字 《留下》 他应该做这个光斐 他走人 把我一个人放下 什么都做 就走去和耶稣 把我一个人放下 40节 路加再用一个字来形容 他说 《马达事后的事多,心里亡乱》 他的事后是这么多 如果我们看中文翻译 就以为要做很多事情 又要浸冬菇 又要斩鸡 又要掃地 又要洗厕所 我以为是有这么多 心里亡乱 不是 原来完全不是这个意思 《心里亡乱》 这个字 巴里斯帕图 这个希腊文的字 不是说做很多事情 是心里想很多事情 不安心 七六条气不顺 一路做的时候 又要我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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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路做 一路不顺 是心里的问题 《马达事后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随房做 如果随房做 做得开心 完全没有问题 他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他心里 心里不顺 不安心 以为我没有选择 但心里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你看到耶稣基督说过一个例子 在灯山宝份说过一个例子 这个例子 我们想起都不明白 耶稣说 对着这个门头说 如果有人逼你 就在你路 有人逼你 就在你路 我听到第一句的时候 我去旺角抗议 我去反对 但耶稣不是 你和他走多一里路 有没有搞错 有人逼你走一里路 你和他走两里路 什么软弱的事情都做得出来 但你再看清楚 很精彩 耶稣的第二里路 是有极大极有效的治疗性作用 你想一想 差不多十一点半 还有十五分钟就崇拜了 你就在下车下车 下车车 准备搭巴士赶来 刚才巴士要来的时候 事情发生了一样东西 一样什么呢 我要讲讲背景 原来在耶稣基督的时代 犹太人是被罗马人统治的 罗马人就是东道主 罗马人有一条这样的法例 所有罗马的士兵 看到一个不是罗马籍的公 不是罗马籍的人 他就会告诉你 你是不是罗马籍 我只是录卡 你要帮我做一件事 你帮我拿我的行李 只可以走一里路 只可以走一里路 法律让罗马士兵 可以叫人帮你走一里路 一里路就不行了 但没办法 因为他是法律的 法律是不公平的 法律是不公平的 因为你不是罗马籍 所以要逼你走一里路 一路走一路 一路走一路都不相信 这就是马大的心情 一路都不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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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完一里路之后 如果你就这样走 虽然你的里路 只走一里路 只走一里路 但你整天都不开心 因为你的心里 想着 跳起不相信 你整天都不开心 但是你如果听耶稣说 走一里路就说 哎 阿哥 你当然走了很久了 看你的样子 哇 这么困 揹着这么重的东西 你都很惨 不如这样吧 我帮你走一里路 你猜 第二里路 那个罗马士兵 是对你如何 第一里路 你和罗马士兵的关系 他是主人 你是博人 你奴隶 帮我拿到你路 他都变得了 以气风化 到了第二里路 就已经不是主仆的关系了 是helper and helppeer的关系 你这么惨 我帮你 你是受助者 我是帮助者 在走第二里路的时候 罗马士兵兵就说 哎呀 阿哥 真是不好意思 哎呀 又要麻烦你 真是不好意思 刚才我态度不是很好 真是不好意思 真是好人 真是好人 每个都黑黑面走 哇 你真是很不同 哇 你的气很顺利 走完第二里路的时候 哇 你用100公尺 9秒9就跑回来了 快到很厉害 那是什么问题 这是心的问题 心态的问题 现在马大的问题 不是因为他自后多 因为他的气不顺 扔下我一个人去做 有没有搞错 他以为自己没有选择 No choice 没有啊 我是要这样做 这是他第一个问题 今天我想起来 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 我在一个这样的环境里面 没有 choice 鬼叫自己是这样 我来到这里没有 choice 走不了 来到这里坐 有朋友请了我来 一个教会坐在这里 听到没有 还有一个朋友 有一个说 车大炮了 车不大炮 你可以走 没有人让你走 你有这样的 choice 你有这样的权利 但是你会发觉 世界上有很多人就是这样 以为自己没有选择的权利 就自己困在监狱里面 那条铰匙在你手里 你也不用 这是马大第一个问题 马大第二个问题 是错误的选择 他觉得他自己被控制 你看看第40节 马大自后的事多 心里忘年 就进前来说 主啊 我们梅子留下我一个人自后 你不在意吗 请吩咐他来帮助我 你看完这段圣经 你就骗我的头 他有没有搞错 马大 马大事情更多 心里忘年 你不就和你妹妹说 妹妹 你知不知道我做得这么辛苦 你回来 你不就和我妹妹说 他又不和我妹妹说 他就跟耶稣说 他说 主啊 我的妹子留下我一个人自后 你不在意吗 他搞什么 他搞哪个科 第一他对耶稣说 你可以直接和妹妹说 但是我想一下 其实我们个个都是马大 对不对 我们整天都是马大 为什么好像马大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教主学 两个人一起教主学 各个人 没有来 只剩你一个人在教 你越教就越不信 有没有搞错 这个礼拜又要我预备 又要我做这样 又要我做这样 哇 本来教主很开心 哇 搞到我的气很不信 于是 但是你又不敢和他说 为什么你不来 你不敢和马大老师 不敢和马里亚老师 于是找密牧师 密牧师 密牧师 这个问题真的很奇怪 人就是这样 你留意马大的说话 你发觉内心充满苦劫 你想想 本来吃饭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请耶稣吃饭 你说是否开心 为什么请人吃饭 搞成这样 我发觉很多家人都是这样 请人吃饭 应该开心心吃饭 但不知为什么 搞成黑黑的面酒 真的觉得很奇怪 他有生气耶稣 他有生气 他有生气 你不在意吗 你慢的 你看不到的 你知不知道我的间间 这么惨 一个很奇怪 人就充满了这样 有很多苦劫 你看看耶稣怎么回答他 耶稣不是 你想想 他这样的说法 你不在意吗 这个直接向你挑战 耶稣说 对不起 对不起 妈妈 你快去帮 帮姐姐 耶稣又不是这样 耶稣跟他说 妈妈 你为许多事情 思虑烦扰 耶稣一语道破 你为许多事情 很多很多事情 思虑烦扰 我们看看什么是思虑 什么是烦扰 中文也就是思虑烦扰 未必能译出这个意思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思虑 思虑的希腊文字 是由两个字组成的 第一个叫nose no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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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 是marissa mari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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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god 所以两个字合成是god 你的心 心割了分心 分心 其实分心软变成焦虑 英文字叫anxiety 很多焦虑 是为什么事情焦虑 是未曾发生的事情焦虑 你看看 马大的人生观 是对未曾发生的事情 是充满焦虑的 糟了 我昔年生就回香港 又要考试了 让我年纪低的一半 那些老师在租借我 他问你什么问题 那就焦虑 发梦 我前几天发梦 也发梦 未交功课 也发了这些梦 焦虑 未曾发生的事情就去焦虑 我们就焦虑 咦 我探完房之后 我焦虑 我今年七十 电视剧的《柴狗》 我说人生有十年 我改了人生有十个月 没多久了 我又腰骨痛 我又腰骨痛 又腰骨痛 又膝头痛 又炸蚌成为重担 哇 这不是很惨 忧虑 整天都忧虑 焦虑 为未曾发生的事情焦虑 人无怨虑 就必有近忧 近后我便会逃 有远之后 不知是如何 很多很多焦虑 这个叫《有牢狗》 分割我的心 思虑 繁补 繁补 这些字是什么意思呢 希腊文字 如果要用英文 热情 即看不顺眼 就会很热情 为了什么事 为了发生的事情 又热情 每一个人只有两类事情 已经发生了和未发生 已经发生了 你就感到疯了 未发生了 你就焦虑 你说这个人怎会开心呢? 你会发现我们个人像马大一样 我们为了很多事情发生了 我们就感到疯了 为什么我要这么蠢? 走到这里 如果我还在中国 我又睡觉 我又可以拿多少钱 我又有多少钱 来到这里 哎呀 坐牢那样 你就感到疯了 一会儿你会说 我更蠢了 为什么我把成负身家的90% 买了人民币呢? 现在跌到没得再币了 于是人民听到多少钱 那你就感到疯了 你就感到疯了 接着你会说 哎呀 恶不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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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又感到疯了 你做人做成这样的时候 你说你多痛苦呢? 这个就是马大了 未发生的事就焦虑 发生了就感到疯了 你想怎样? 你这样做人有什么意思? 你会奇怪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人 很多很多这样的人 而自己很多时候都是这样 他不会想想 今天我还有生命气息 今天我还可以讲道 今天我还可以带茶经 今天我开开心心 是云尽上帝给我的恩典 你享受现在 为什么一定要为未来的事情 将来的事情 过去的事情 你一定在烦恶忧虑 这是你的选择 你选择是这样的时候 人家都没有办法 你选择是这样的时候 没有办法 但是你想想 你这样做法的时候 是对你 和对你周围的人有什么好处? 如果你选择一定要在黑口面 握着拳头 闹闹的时候 不单是你不开心 周围你家人都会不开心 难道你是想这样过一生吗? 你想想是否很笨? 马大第一个问题就是 以为自己没有选择 第二个问题就是 选择错 第三个问题就是 不惜时务 不懂得看什么重要 什么不重要 一个很简单的道理 一说就明白 重要的事未必是急的事 急的事未必是重要的事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 被急的事拖着我们的尾匙走 忘记了最重要的事 养小小子教子女 我们就那些急的东西 什么时候吃什么菜 今天做什么东西 买什么衣服 要去哪里购买 要去什么 我们都忘记了 你养子女最大是什么 最重要是什么 有什么有永恒价值 刚才我说过 在48节 耶稣就对着马大说 但是不可小的只有一件 马利亚已经选择了 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夺去 耶稣不单止没有骂 没有责备马利亚 他还赞他 赞他什么 他有一个选择 他知道他有选择 而且他选择上好的福分 这个福分是不能夺去的 马利亚是选择了一个最好的福分 是没有人能夺去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说过 耶稣基督 现在去到八大利 还有两里路 就去到耶路撒冷 去到耶路撒冷 不足 很短时间 他就被钉十字架 如果 你知道 今天 是你最后一日 活在这个世间的时候 你看今天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知道 是今次 你最后一次来礼拜堂 你 对礼拜堂完全不知道 完全不同了 如果你知道 今次是你最后一次 吃你妈煮的饭 你会完全不同的地方 因为你知道 时间是什么时间 你知道什么叫先后次序 你知道哪些是重要的 今天我 马带的问题就是 因小失大 看不到什么的重要 在很多年前 有一个东方航空公司 490号的班机 从纽约Kennedy机场飞去万亚美的国际机场 747来的 里面有300多个乘客 都是去度假 多数都是去迈阿弥那里度假 飞机降落 飞机家时 非常有经验 飞机需要降落 飞机时 变态 让飞机降落 按钮 让飞机降落 可以降落 让飞机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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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飞机降落 让飞机野外вал 他明明好像听到的声音 好像轮子已经下来了 但是飞机舱的灯不亮 有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可能性是未准备 轮子没有滑下来 即是不能降 第二就是灯泡坏了 所以烧了胆 很简单 查到究竟是什么 换个灯胆便可以 所以副机师就换个灯胆 那些飛机在飞机场附近 散 全机舱子的虐なん都看着 两毫半的电灯胆 去换他 忘记了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铁飞机 结果飞机就撞到了沼泽 如果大家上网看这个故事 有出电影做了出来 奇怪 这些是很有经验的机师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竟然之间飞机都不差 挂着两毫半只的电灯弹 人生就是这样 我们只想念两毫半只的电灯弹 忘记了我们是在持飞机 我们只想念去哪里吃饭 去哪里玩 忘记了人生是为了什么 人生的进头在哪里 做人有什么意思 我们完全忘记了这些东西 我们只想念很紧张的东西 很急于是就给了那些东西 我总觉得做人只有两种人生观 要么是被狗追 要么是追一只狗 你曾经被狗追就追一只狗 被狗追不是很爽的 逃啊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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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人是被狗追的心态 一会儿又怕这一样 怕那一样 会不会感染症 会不会心脏病 会不会肥疗 人生就在那里逃避 没有了追求的目的 没有了人生的目标 你这样做人是很惨的 马利亚他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你留意 劳家是比对一个很重要的 他说马大卫很多很多事情 之类烦扰 但是马利亚是选择了一件最上好的福分 很多同一件 今天我想我们是被很多很多事情烦扰 而不是焦点看到什么是最重要的 你就去做了 还有 他说他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这个福分这个字 现在说的是吃东西的 所以劳家也有意用这个字 福分这个字 Portion 英文叫Portion 在希腊文的字就说 The right kind of meal 即是说他选择了最正最漂亮的菜 就好像你去餐饭时说 选择什么好呢 选择什么呢 你选择了最正最适合 最健康最好吃最好吃的 那碟饭就是上好的福分 今天我们选择了上好的福分 有很多人跟我说 你叫他 喂 你可不可以聊礼拜堂啊 没有时间 你去不去读圣经啊 没有时间 来侍奉好吗 没有时间 啊 什么都没有时间 那我就跟他说 你知不知道什么人才没有时间 死了你就没有时间 你还没死而已 就是说你还有时间 你想想 唯一一个人没有时间 死了就没有时间 对不对 但是 你说我没有时间 其实不是没有时间 你只不过觉得 去礼拜堂 没有你在家看49 这么重要 那你就选择了 另一样东西 是你这个选择问题 不是有时间 没有时间的问题 是你选择什么重要的问题 有人问我 喂 你 喂 今晚 今晚来我家 唱卡拉OK 是吗 我说不行 我不是说没有时间 我说我不行 因为我要选择 跟我太太 今天去生日 我要跟她一起吃饭 我觉得它要紧要 不是 这个是举例 不是今天生日 就是说 这个是个价值观的问题 我觉得 这个比那样东西更加重要的时候 我就这样去做 不是有时间 没有时间 是你选择的问题 就是这个选择 就是这个选择问题 所以当你说我没有时间的时候 其实不是没有时间 而是我觉得有一样东西更加重要 我选择那样东西 就是这个意思 比如说 今天来教会 我不来了 为什么 妈妈病了 我要陪她 因为你觉得妈妈病了 是让你去礼拜堂 是更加重要的时候 那你就要陪她 这个是你的简责问题 不是没有时间的问题 那个是简责 你的简责是你根据什么价值观去做的简责 这个是最重要的 人生里面有很多的选择 你选择哪些重要 智者就选得好 笨者就选得笨 你在玛利亚那样 选了一个上好的福分 因为是玛大那样 为很多事情思虑烦扰 以至人生是运运恶恶的过去 这个是你的选择 没有人逼到你 你面对就好像耶稣说 今天你要选择走一条浊路 就是一条阔路 那里的阔路是引生到滅亡 那里的浊路是引到永生的 你选择什么 你选择马大 你应该选择玛利亚 这个是你的抉择 有很多事情 你和我改不了 非我们控制 事情发生是这样的 但是你怎样去应对 你怎样面对你的将来 你怎样去过你的人生 这是你的选择 你的选择是什么 会不会像玛利亚那样 选择上好的福分 祝福徒心我们同期都 再次多谢你 给你宝贵的华语提醒我们 教我们像玛利亚那样 选择上好的福分 因为这是最重要 这个有永恒的价值 你祝福他们 向我们每人说这些所说的话 我们今天多谢祈祷 奉耶稣基督名求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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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